虽然单界中资源丰富 但若是没有完成任务 就进不了下一阶段 于是硝烟决定 先找到自己所需的三种任务药材 根据地图 来到了一处名为万药山脉的地方 却没想到在山丘下 见到不少参赛者在此搭帐篷休息 继续往前走 发现前方汇聚了大量的人影 人数足有上百 硝烟于是走进人群 想要探听他们在作合商议 只听到在人群中 宋青说道 诸位 这万药山脉中确实有你们需要的药材 但其中有众多魔兽 根据我的消息 有一头魔兽已经达到七阶巅峰 甚至半只脚进入八阶层次 这凶兽将众多药材都搬入自己的洞府 我们想要完成任务 就需要与之一战 文言周围人群中传出阵阵哗然 在场大多数的炼药师 实力仅有斗皇斗宗水平 自然难以抵抗那只半只脚进入八阶层次 足以媲美斗尊强者的凶兽 硝烟也是眉头一皱 以他如今的实力 想要战胜这等凶兽 虽也可以 但会让自己陷入虚弱期 而在这周围均是敌人的情况下 让自己虚弱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而此时 宋青也是借此说明 自己将众人聚集在此处的目的 便是想要集中人之力 一起战胜这头凶兽 完成最终的任务 在周围人都附和同意的时候 宋青偏头撇向了曹颖 似想要邀功炫耀一番 却被曹颖所无视 硝烟对于宋青的煽动并没有什么感觉 毕竟人心格斗皮 此处人人都有可能是对手 但硝烟打算看看能不能跟着浑水摸鱼 最终完成自己的任务 正当硝烟准备离开时 却感受到有人在使用灵魂力量窥视自己 硝烟立即回探 发现在山丘的一个边缘 有一个黑衣男子 细细探测后 其实力竟有斗尊水平 不过硝烟只当是前来参与 当会的藏龙卧虎之辈 转身便离开了人群 飞进山脉 硝烟第一时间便感受到了 周遭药材气息的浓厚 再使用灵魂力量试探 发现山脉的东北方向 有着一道强大的气息 硝烟明白 这应该就是宋青所说的凶兽 再结合宋青所说 凶兽将大量的药材都收集在自己洞府内 于是决定前去 看看能不能遇到自己所需的药材 随着硝烟的深入 硝烟很快就抵达了山腰 正准备休息 却闻到了阵阵幽香 硝烟吸收后发现 这是丹灵浆的味道 而这丹灵浆 正是硝烟想要调配地心浑髓的一个必须要材 于是硝烟研制气味 一路追踪 到了一处溪流 而溪流源头的石块中 正有一个石孔 内股幽香的气息 正是从这孔洞之内传出 硝烟环顾四周 发现此处竟无凶兽看守 但这种事自然很是反常 硝烟细细打量 最终在源头旁的一个深潭边 发现了一些淡蓝色鳞片 吸入掌中 硝烟辨别出 这应该是玄水虎胶 辨别出来后 硝烟自有了对付的办法 直接硝烟从那界中拿出水云果 将之放置在玄水虎胶 能闻到其气味的极限距离 这水云果 是对于玄水虎胶 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同时吃下它后 能分泌一种让魔兽醉晕的液体 待魔兽苏醒消化后 便能够提升实力 不完果实 硝烟便在一旁等待 半日后 终时等到虎胶出现 咸住了水云果 准备回到洞府中再吃 硝烟岂能让它如愿 一股暗镜射出 将水云果在虎胶的嘴中引爆 虎胶担心灵液流失 急忙水息 不久就醉云倒下 硝烟身影暴虐而出 将丹宁将尽数收入囊中后 迅速离去 一连逃出好一段距离 硝烟才放缓速度准备休整 打算恢复后 悄悄潜入那凶兽洞穴之中 获取自己所需的药材 正调整时 突然感受到山下 发生了极其剧烈的打斗波动 且这份打斗中 没有魔兽的气息 于是 硝烟准备前去一探究竟 若是那凶兽也被吸引过去 硝烟便可直接潜入洞穴之中 在硝烟走近 发现 确实是宋卿曹颖等人 但他们却被困在一灵魂屏障中 硝烟在环看四周 竟发现那名黑衣男子 转瞬间便明白 这黑衣男子 想要将曹颖等人全部屠杀 以为自己夺冠扫清障碍 正在硝烟想着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 有一股灵魂波动探测到自己 那黑衣男子 竟是直接感应到硝烟 随后 硝烟便感受到 一股强烈的吸力 就被那黑衣男子 拉进灵魂屏障中 见到硝烟 那黑衣男子便是黑黑一笑 说 硝烟 我还未去寻你 你居然自己送上门了 硝烟一惊 印象中自己并不认识这等人 而对方却知道自己的姓名 正沉默时 硝烟听见曹颖的灵魂传音 这灵魂屏障 我能破解 所以我需要一点时间 硝烟回头 发现宋青曹颖等人都看着自己 于是点点头 表示可以 而同时 众人瞬间爆起 两三一组的向周围黑衣人发起进攻 曹颖则闭上双眼 一股强大的灵魂力量 自他眉间弥漫而出 硝烟自知难迪 立即施展天火三玄变 与之勉强缠斗 不多时 那黑衣男子 似是发现了曹颖在破除屏障 于是发狠进攻硝烟 情急之下 硝烟亮出地摇魁 挡下着致命一击 正想塌伐的时候 听见曹颖急促的声音说道 屏障已破 硝烟急忙奔略而出 众人瞬间四散而逃 黑衣男子见此情况 震惊之余 直接奔向硝烟与曹颖所逃方向 宋青则也在同时逃出 为了陪伴曹颖 选择了同一方向 在感受到三人的气息时 黑衣男子使用斗尊强者的秘技 使三人的空间凝固 但奈何距离太远 硝烟与宋青都迅速撑脱 仅有曹颖被困 感受到有人被困 黑衣男子便是一道能量手爪抓去 见此情况 宋青竟是在短暂的犹豫后 便抛下曹颖而逃 硝烟却难做出此事 只好祭出地摇魁 帮忙抵挡攻击 自己则帮助曹颖解围 在确认曹颖脱困后 硝烟与曹颖再次愤怒而逃 那黑衣男子见自己 又被硝烟所阻挠 愤怒之下 直接锁定了硝烟而去 而硝烟也一块筋疲力竭 见到黑衣男子前来 只好咬牙 再次施展天火三玄变 想要进行最后的反抗 但黑衣男子的能量精爪 直接突破了硝烟的防御 直奔硝烟而去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壮硕身影出现 同时 一股浩瀚的沉稳气息 配合着厚重的斗气 从其体内抱涌而出 身影与黑衣男子的攻击相碰 竟是毫发无损 黑衣男子见此 怒合说道 我乃是魂殿的木骨老人 阁下速速让开 可不要与我魂殿为敌 否则 后果怕是难以承受 谁知那壮汉并不言语 而且身后出现一道娇小身影说 老家伙 你追别人 我就不管了 但硝烟 却不是你能杀的 硝烟闻言一看 此娇小身影 正是紫妍 木骨老人见此情况 再次面色阴沉的说 闯入此山实属无益 但此人是我必须擒拿的目标 还望不要插手 紫妍却是不理不睬 对着大汉说 大哥子 去打他 将他收拾了 大哥子知道自己打不过木骨老人 也明白 木骨老人奈何不了自己 但紫妍如此说 只好与木骨老人相拼 双方相斗数个回合无果后 木骨老人只好撤退 见到敌人退去 紫妍于是介绍到 原来大汉名叫熊湛 是紫妍种族中的附属族群中的一员 也是这万药山脉的老大 而紫妍自己来到万药山脉 则是知道 硝烟会参加单会 于是在此等候硝烟 文言硝烟明白 这熊战就是宋青口中的凶兽 在紫妍的带领下 硝烟来到了万药山脉的山顶 也见到了万药山脉中的 所有珍稀药材 在此处很轻易地找寻到了 自己任务所需的三种药材 而最后 硝烟惊惊地发现 药材中还有天马匪蚀精的存在 这天马匪蚀精 是硝烟调剂地心魂髓的 最后一个所需的药材 趁着有紫妍的保护 硝烟当即决定 就此配置地心魂髓 将自己的灵魂力量提升至灵境 炼药师水平 也自然而然地就能突破至八品 在经过一次失败后 硝烟终是配置出了 所需的地心魂髓 随后 硝烟将其从口中灌入体内 沙时间就感受到灵魂力量的增加 但似乎没有进入灵境灵魂 纳闷之时 硝烟感受到身体周围的大量灵气 但始终没有迈出最后一步 眼看突破就要失败 开始缓缓成为人情 在单界即将关闭的时候 硝烟体内爆发出一股磅礴的灵魂力量 随后 这股力量在天空中凝聚为硝烟的模样 然后缓步走向硝烟 待肉体与灵魂彻底融合的时候 硝烟睁开双眼 宣告这一次的突破成功 伴随着硝烟的突破成功 也宣告着单会的考核阶段结束 接下来就是正式的炼丹比试 你觉得硝烟在这次单界之中收获怎样 又能够在炼丹比试中表现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中留言回复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